在說習近平當選本身就是以黑馬現象當選的 而且我剛才也說到 如果習近平有他的權力自信的話 他也就會學鄧小平 因為鄧小平掌握大權在手 但是鄧小平從來沒有占據中共的 最高的幾個主要的職位 但是鄧小平還是事實上中共的最高領導人 但是習近平他要把黨章要給變更 要把憲法要給變更 要把任期制給廢除 其實就是表現出 他對他的權力的不安全的一種恐慌 但是他這種防治要看守他的權力基礎 結果引起了更多的反擊和更多的危機